大家好,来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 俄国外交部最近召见了德国驻俄罗斯大使 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出了一个 一个叫什么呀,叫露音门事件 露音门吧,因为这个事儿呢,也没有什么定论 其实是这样的 思科公司,这是美国之名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我相信呢,做IT啊互联网的朋友们呀 对这公司肯定都熟悉 早些年呢,像国内呀 还没有那么多公司是国产的网络设备 像现在可能都是什么中兴啊,什么华为啊 什么什么比如深信服啊等等 但是在之前,大概二三十年前 清一色几乎都是思科 那思科呢,就相当于是网络设备代名词 你像我在清华工作那会儿呢 因为我们学院嘛,是跟美国人共建的 当时黑石集团呢,几乎还是清一色 只认思科设备 就是他认为中国设备,他不放心,他不安全 所以像我在清华那会儿,我们学院呢 那几乎都是思科东西 好吧,就是思科在中国呀,还是有市场的啊 像北京这边的各个外企 还都是尽量能使思科,使思科 是绝对不沾像华为啊中兴啊 这些国产设备商,然后呢 思科公司啊,最近有一个商业在线会议 它是没有加密的 就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半公开吧 因为像这个很多会议平台 比如zoom呀之类的 你可以选择说这会议是公共的 还是说一个私密的 而且呢,就是私密的 你也可以选择加密还是不加密 它大概率啊,属于一个私人会议 但是没有加密 所以呢,它里边的这些视频会议的内容啊 被人通过录像啊之类的方式传播到了网上 那这会议它说了什么呢 是有很多这个德国 他们的现役军官讨论 说要向乌克兰这边呀 提供导弹 并且呢,秘密帮助啊 乌克兰想办法去炸毁啊 俄罗斯这边实际控制的克里米亚大桥 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大桥呢 在,哎呦,都不是去年了 前年啊,前年刚开打那会儿呢 曾经被人炸过 那会儿呢,是一辆车 装车送货的 到克里米亚大桥炸了 这桥塌了 所以这个事呢 你在俄国眼里呢,就看着很敏感 众所周知呢 克里米亚地区最早属于乌克兰 后来呢,被俄罗斯这边呢 给侵吞了 当然了,你要说 被俄罗斯拿回了 收回了也行啊 反正在我看来呢 这点原来属于乌克兰 那后来呢 被俄罗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主要还是军事啊 给职业占领了 乌克兰呢,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实际控制克里米亚这个地区了 包括最近的这个乌东地区 是吧,乌东四郡 他也是被俄国用托的方式嘛 就跟他切蛋糕的 一天切一点 二天切一点 就给切没了 行吧 反正这个丑闻呢 一爆出来啊 首先,思科公司肯定很受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原文说了嘛 说这是思科公司 美国思科公司 一个商业加密的在线会议平台 思科心想要操 我们平时主要业务 也不是去做这个在线会议 当然了,思科公司 有他的在线会议设备啊 而且还挺完善的 因为他们会绑定 卖很多硬件厂商 来配合他们的这个在线视频会议 因为他们会通过他们的网络设备 为在线会议呢 去做一些专有的一些通讯通道 这让他的视频的质量相对比较高 你像我吹个牛逼啊 当年我在清华 我们学院那会呢 就苏世民嘛 第一届刚建立的时候 我曾经呢 就通过思科 这套设备呢 和远在美国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我和他呢 见过面 因为当时他对这个苏世民的第一波学生呢 做演讲嘛 然后我前期负责去调试设备 我是我们那的这个网络负责人嘛 也不知道 所有行情话失败都是我建的 我从头开始建的 所以我最熟悉 我就被负给这个重任 把这个会议呢给支持好 于是也算是吧 有幸跟那个小布什呢 聊两句 他们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IT guy 就我是做IT的 他说OKOK 他就干嘛干嘛了 行吧 再说这个新闻本身 就是俄国外交部就召见了德国的 这个 祝俄大使 就是你啥意思 对吧 结果挺差异啊 祝俄大使居然一直没有被召回 看来呢 这个欧盟啊 还有北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啊 主要是德国呢 跟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一直比较多 包括像北溪管道什么的 反正说这事 对吧 你们德国干的 那你们德国军官干的 那你们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 这很尴尬了 你背试我 你背试我 然后呢 德国外交部 他们这么回答的 说我们的大使呢 周一早上 见了这个普京 当年不是普京啊 普京没那么闲 而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 直接指责 俄罗斯呢 窃听 并曝光啊 德国军官的内部讨论 就是他那还这款 他那个思考那个设备啊 如果你知道地址啊 他其实是可以旁听的 你只要知道 他那个会连接 他要假如说正好 也没有说会议号 你就可以进去 或者说 他用了一个默认的会议密码 你可能也能进去 咱不掰这个事啊 到底是俄国窃听的 还是说什么方法 反正这事呢 俄国知道了 俄国很不高兴 他指责呢 说这个 俄罗斯啊 是旨在 有意呢 给德国制造分裂 他称呢 俄方发布的录音 是信息战的一部分啊 我们不应该上普京的档 然后还有一些专家呢 指责说 这个是俄国在这时候防风 承认恶心我们 目的什么呢 是目的阻止 德国向乌克兰 提供金牛座导弹 说那舒尔斯啊 一直 就是德国总理嘛 舒尔斯一直拒绝 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 他认为呢 乌克兰使用金牛座导弹 需要德国士兵 参与目标定位 他担心呢 这样间接啊 会被卷入战争 就是俄国 说到了 德国并不是很放心 让乌克兰自己去操作这个东西 就是你呢 假如说要使 必须是我们德国士兵 这样我们能保证安全和秘密 但是呢 你这样被俄国看来 你会不会算是间接参战了 大怕有这个风险啊 另外呢 这个录音啊 还显示了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呢 录音事件暴露出 像英国士兵 实际在为乌克兰呀 平时呢 使用的这个巡航导弹 叫风暴之眼 风暴之影 为他们这发射呢 提供啊 支持 当然这个支持呢 你怎么判断了啊 就是远程技术支持 他也是支持 我觉得这正常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买你武器了 我不能去要社会支持吧 只不过呢 他这个身份是英国士兵 可能比较敏感 你要说是 民间的这个武器公司 可能好一些 你要士兵这些支持呢 是吧 反正就有点有点 不太好说 比较模糊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个巴以冲突 相关新闻 最近呢 在美国纽约呀 有这么一场啊 年度的技术会议 叫做MandTech 旨在呢 推广以色列科技企业 相关的技术啊 根据这个美国知名科技月刊 连线 还有这个 像英国的一些新闻网报道呢 这家以色列公司 他们在推广时候呢 当然不是这家了啊 就是以色列的很多公司 在推广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家 是谁呢 是这个谷歌 谷歌 他在以色列呢 当然也有分公司 也有分部 这个谷歌的以色列 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叫做这个巴拉克 雷杰夫 在发表演讲时呢 一名啊 在观众席的 也是谷歌的啊 当然这个谷歌呢 可能就不是以色列谷歌了 巴车是美国自己的 纽约呀 或者是加州这边的 一名在观众席的 谷歌云工程师 叫做云服务器呀 等等的云工程师 突然呢 起身打断他 并且愤怒高喊 说我拒绝开发助长 种族灭绝或监视的技术 我拒绝呀 建立将被用于云 种族隔离的技术 自由巴拉斯坦 说不久后呢 又有另外一名女子呀 也抗议啊 说这个谷歌是以色列 种族灭绝的同谋 于是呢 两人双双啊 被现场保安扭送离场 而呢 现场录下了这个视频的 一个十奥媒体人呢 他也后续啊 被保安 以不明原因 不不明原因 其实什么不明原因 也就是知道你录录 你把这个现场视频 给录下来了 把他赶出了会场 于是呢 这名女士 她脖子上的记者证呢 也被扯了下来 网上有这视频啊 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吧 这两名呢 非常勇敢 我非常佩服啊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是在以色列公司 推广的相关的会议上 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现场 你几乎可以认为 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 你想啊 能去以色列 专门推广 这种专门的会议上 那要么就是犹太人 要不然就是以色列人 要不然至少是亲以色列人 反正就那么几类人 对吧 所以要为这一男一女啊 叫成好汉 好汉 我觉得这是啊 完全的 这个正常人啊 因为说实话呀 我在 这些时间呢 其实跟很多呀 亲以色列的人呀 去辩论过 他们的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哎 就咬死了啊 这个汉马斯 他先对音乐节发动攻击 所以他们是恐怖分子 然后后边呢 杀多少 以色列杀了多少人 现在两万五啊 三万啊 各种数据都有 他们认为都是应当的 而且他们认为呢 这两万五三万 是由加沙的卫生部门 自己报的 没有得到美国认证 我实际上 你他妈的美国认证 算了屌啊 我是一个被攻击的国家 然后我作为被攻击的国家 死了两三万的平民 然后我需要取得美国的人证啊 就今天给你放各种国家视频 就成千上万的死人 他没说 哎 你这死多少人 我不相信啊 因为没有美国人证 就好比说 清华的时候 清华日军杀了很多人 然后死很多人 有现在有失去照片呀 有报道啊 什么的 就统计数字 但是呢 日本媒体不承认 他说呢 这不算数 为啥呀 那是你中国自己统计的啊 没有经过我们日本人证 你说 当然你可以狡辩啊 你说这个 那不是美国杀的 那问题是 美国跟以色列 不是穿一条裤子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见这帮人的脑子啊 就已经 怎么说 我就脑子坏掉了 失去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观 这种数据 你只可能从这个加沙地区自己出 甚至是巴勒斯坦的都统计不到 就是现场唯一能统计的 那就是加沙地带 那你不让加沙卫生部门去统计 你要谁统计呢 那只要证据量是清晰的 哦 我说名单 对吧 什么有不得了吗 那联合国到底想去数呢 一句句数 问题是 我数 你让我进吗 你这 你让我进都不让进好不好 我靠 莫名其妙啊 好 评论区说呢 这个亚伦不是那儿 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英雄 亚伦不是那儿同志 点燃的火 还是带来了一丝光明 看来说谷歌我不作恶 种族灭绝而已啊 行吧 记住这小歌啊 也很应用 也很应用 很佩服 我很佩服 行 今天怀疑说下的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长远推荐 一家三连 谢谢大家